瀑文貴先生 張宇敬佳 張宇敬佳 詞曲 張宇敬佳 詞曲 張宇敬佳 詞曲 張宇敬佳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還有人猝死的 我們佛堂有幾個人猝死的 會不會不小心 就又被那個金英庙被欺負 唉 坦白告诉大家 被抓走的很多 被金英府抓走的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多 他到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就有精神失常 哪个地方就有猝死 我已经讲了 这个佛林同修会 突然间死的有钱 有三个 有三个 大概有一个慢慢过去 那是病死的 对病死 那也三个猝死 有三个病死 那猝死的是 没几天就走 有一个年轻的 然后还有秀姬 秀姬是一个很好的天气 三天 对三天就走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他自己的家人也有猝死 连他自己的家人也有猝死 他只要找一道 找到那个气非常衰的 马上就给他 就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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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挂 那个九个铁皮屋 九个在铁皮屋被烧死 也是 也是 因为 因为这个赵德金色 赵德金色 鼓励他 鼓励这个 这个刘家豪 跟金多出来 度众生人 就是他 拿着烟共炉到魂场去烧的 去招鬼的 就是他 他又 他又认证 这个 刘玄 是济公佛佛的转世 刘家豪 就是济公佛佛的转世 他是经过他来认证 推他们出来 那九个全部都是 都是 我告诉你 这个车祸死 连福法师 他为什么发生车祸 他跟老连静 都亲近 除早会沾上轨气 除早就会走 这个 高雄的邱正义 我不讲了 他跟谁在一起 他跟谁在一起 他身上也沾上了轨气 很多事的 我告诉你 想自杀的 在你们当中 有多少人 有想到要 要自杀 结果佛的没有 佛的非常的无聊 都想走的 跟他接近的 非常的多 包括 这个带他 走到印尼的 各个奔堂的那一位上司 他也想要 离开人间 突然之间 无缘无故 认为活着没有意思 想走 多少自杀的 徐瑞光 只是到他那边一下子 回来就见神见鬼 到最后也自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